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一种感受 我说这不真假 永远不是 我说我小时候上大学 我一定要回头 那么为什么这种想法呢 尤其这两年特别强烈 去年呢 所以很突新的事儿 就是去年呢 我母亲86岁了 就是5月份 身体不太好 我呢 就订机票 20号到了成都 隔离 25号 就情况不是很好了 月亮也跟我商量 下一步 鞋鞋鞋啊等 我母亲就20号走 这个事儿之后呢 说心里话是有忠诚的遗憾 其实你也是奔走在建美金的路上 对 没办 最后建成了奔赏 疫情 这个疫情嘛 很多的 很多的当时的海外的游子们 都出现这样的状态 没办法 疫情呢 我家控制就很严 对 所以说从这个事情之后 这一年呢 左右时间 我就想一个问题 老话呢 一落归根 对吧 尤其呢 我母亲去到老家 我老家是谁样新名的 回到这家之后呢 我就想一个问题 我这么多年漂泊在外 大连啊 温哥华啊 新名去的时间不多 我母亲 请问您什么时候离开故乡 应该是 多大 您多大 83年 那时候 那一年您多大 我发大学嘛 18岁 等于18岁就离开了沈阳新名 然后一直在外面打拼 对 但是您真正有了这份感动 是在回到家乡 在母亲去世之后 我们老妈就过来 就是我们新名的目的了 我就觉得新名要留点东西 所以呢 最近的时间 这一年多 包括五月份 我跟当地的领导就谈了个问题 我说 我们就能够大厅 就很破旧三十几年了 我就把它改造一下 就是作为新名出来的 这家乡那种感觉是有的 包括前几天 我大儿现在在香港 这里面大学 是 然后我跟大儿说 我新名一定要给你留一套房子 你一定要住一天下 夜落归根 对 我就特别有感触 我说人你说这块 奔波了一辈子 实际你在十岁之前的 隐私习惯 口音 他中间就改造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上小学嘛 出来之后 家庭困难呢 是都不服务 然后呢 还能吃杯儿油条 哎 这难道通灵人呢 没错 哎呀 那姿势永远改造 所以我夫人老说 你别吃了油条 有啥东西 忘不了 忘不了 儿时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对 所以说我觉得 人这一生 真正到那个最后一年 我觉得心灵能静的地方 那就是老家 这个故乡 我跟很多人讲过 我说在中国的小区里头 有两个老外 你只能给你天天晃晃晃 你也瞅得不理睛 哈哈 这不再讲 这就是很多侨民的库中 对 第一代 我们现在这是第一代 对 我们在家里是第一代 那么在中国来讲呢 其实好多人问 中国到底信仰什么 嗯 嗯 那我给他回答了一层子 我中国是信仰祖宗 嗯 我们很多词来说 什么光宗耀祖啊 祖坟上冒青烟啊等等啊 都是以祖宗来论 对 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啊 上次我们讲回来 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是第一代的 本家族里第一代的一名 对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现在再回去的是 有好多回去的不变了 因为子女啊 甚至我和马姐姐的孙辈都在这儿 嗯 在一定程度上 几乎 几乎 我们讲的 不是说不可以 因为我们还端然拿中国护照嘛 对 那么再回去的好像又那里又生疏了 嗯 那出来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到这里呢 你的家庭都宜居在这里 我最初移民的时候常常去唐人街 哦 其实我就看到了这份这份景况 很多老人呢 从来不讲英文 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是的 对 然后呢 他们就保持着原来在故乡的那样的生活的方式和习惯 对 想想挺悲哀的这一代 对 第一代从就 第一代移民总要做出一些洗手 对 包括你现在 如果你完全入住这社会 你能不入籍吗 你还没入籍 我没入籍 好多人就跟我讲 哎呀你没有改变这个护照 你多幸福啊 还可以回去 起码说呢 呃 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回去要尽孝嘛 对 再加过 因为我的长辈孙长都已经不在世了 有很多人遗憾遗憾就遗憾到这 那就带着以后的多年以后就有遗憾 实际当时我那时间算得挺短的 第二天就刀我嘛 这么大部分 没办法 对对对 刚才张总我听了您讲 以后我非常的感动 就 尽管 亲爱的母亲不在了 但您 报答故乡的亲情还在 对对 这个 我相信您的那个大工程建好以后 您新民的那些人民 会真的是被您的 毕举感动的 那是造作社会 嗯 我们的栏目叫小孔丞相 你小孔丞相看华人世界 其中这个小孔丞相 就可能是某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但是透过丞相 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 例如刚才张总讲述的 为家乡去做福利去做投资 造福于地方 这个故乡之人 呃 那么多的华人朋友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 如果大家都动起手来 对 就跟2020年 我们集体买口罩捐赠给主播一样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意见 我们没有穿洋装 但中国心依然在我们心中挑途 是 这个不管怎么样 还是大家围要着这个中国情 中国心 原来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要号召大家看小孔丞相 积极参与小孔丞相 积极把你的故事讲出来 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 了解我们海外华人的生活 小孔丞相 巨巨有干货 字字有黄金 不求荣誇 不贵 更不好为人事啊 只求开启极参与小孔 让年观众亏吧 我将来 强才当